徐欣月 过生日了 一周岁生日 看也不想看我 月月 笑一个来 月月就爸爸求你来 徐欣月 笑一个来 今天你过生日了 笑一个嘛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他们 这一年以来的照片合集 今天我女儿过一周岁生日 我把她所有的照片 全部找了出来 从她最开始出生 到现在一周岁 看刚出生的时候肉嘟嘟的 然后慢慢越长越好看 越长越好看 可能我是一个最失败的父亲 所有的时间都给了狗狗 没时间陪伴女儿 包括她现在一周岁了 我不知道她穿多大的鞋子 穿多大的衣服 和什么奶粉 看 这是她的相册 满月相册 这是百天相册 这是百天相册 然后因为今天过生日嘛 所以我们就早点收摊了 本来今天是拉木头的 然后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拉的木头 回来早点给我女儿过个生日 好好陪伴她第一个生日 真的有时候想想挺失败的 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我女儿 包括她生病 这里面有张她生病的照片 是这张 但是我女儿出生的时候 就是找了一个农包枕 特别大的农包 这一月做引流一个星期 我都没有陪伴 我照顾着狗狗 没有去医院照顾过她 也没有陪伴过她 这就是她所有的照片合集了 这是我昨天晚上买了木头 咱们这里所有的木头 一共花了五百块钱 然后咱们买来这个冬天 给个狗狗取暖用 还有就是要给个狗做饭的时候 咱们也需要烧木头 挺划算的 它是林地回归那个耕地了 所以它这些木头很便宜的都卖掉了 平日的话这些五百克买不到 然后咱们都给它们买回去 给个狗烧火取暖用冬天 哎呀 哎呀好重哈 这一根够一百多斤 不够一百斤也有七十斤 这一切都是 这一切全部都是 重点它拉回我们家园里面 结果冬天又来一个 这种取暖的作用 还有这是给狗狗做饭的时候 咱们也需要收木头 少得再去花钱买了 这么多五百块钱很值我感觉 然后现在开始装车 装到车上拉回去 估计就拉一距 进去 那呀 最粗的一颗 我们三个早晨八点来的 装到现在装了半次 太多了 先把这些粗的全部给他装走 一人扛一根 他俩扛了两根 粗的我来扛 他俩扛不动粗的 因为我从小在山里面干活 所以我扛粗的能扛得动 所以像那种粗的就我来扛 他们扛一些就是差不多的 像这么粗的这些 都我来扛 慢点啊 其实我扛粗的也有点吃力 但是没办法 用嘛能省钱 好了我也要准备扛一根出发了 看我扛粗的扛了解饱之后发了 一根粗的够一百斤 这还没扛慢了还有很多了 看那边还特别多 还有这么多呢 那些超级超级粗的 表冒他们扛这种是 扛粗的 然后 这个扛的肉在这了扛不动了 拿不动 扛不动了 太粗了 这个 这些树都是我们的 然后我把这些粗的都给它 砍回去烧火用 小时候就经常干这个的 十三四岁就跟着我 输他们 上山 砍树 解蘑菇 摘树纸啊 好几年没干过这个活了 五六年没干过砍树这个活了 大石 退下 大队啊 拜一下 拜一下 昨天晚上花了500块钱就是买了两片树地 然后他这个树全部放倒了 不要了 他要回耕就是那个农地 所以这些树木全部要卖掉 卖掉然后我就买回去 就是我们冬天烧锅炉取暖用 然后灶台里面给个狗做饭用 今天就是家园里面出路我书 所有的人都过来拉这个木头来了 把这些木头全部拿回去有很多 就是感觉挺直的 因为咱们取暖给狗狗做饭 都需要就是用到这些来生活 所以买回去的话挺直的 有的很粗 两毛在下面就是扛了 等一下我也一起加入扛 我现在录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边这些全部都是